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巨手 那么他知道另外一个尝试要去被做 这个would be made 这明显来自于搭配叫尝试做模式 叫make and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尝试去做模式 这个那种被动嘛 就another attempt would be made 将要被尝试 当时还没做呢 过去将来是嘛 将要进行第二次尝试就好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船长知道他的尝试将不会是唯一的尝试 这行吧 船长知道他的尝试将不会是唯一的尝试 这个怎么说 非常简单嘛 是不是可以说 The captain knew that his attempt would not be the only attempt 船长知道他的尝试将不会是唯一的尝试 这个表达当然是正确的 当然太啰嗦了 His attempt would not be the only attempt 太难受了 太啰嗦了 这一看是个changlish 中式应语 两个他们重复了嘛 有同事我们变一下 变什么呢 我们老师说过后面重复的词 可以拥有什么one这个词代替 你看 变成这个 The captain knew that his attempt would not be the only one 他的尝试将不会是唯一的一个 这个one呢 倒是避免跟attempt重复了 看似好一些 但句子还是烂 为什么呢 句子还是啰嗦呀 你跟刚才比一个单词没少啊 完全没少啊 怎么办呢 咱看这么编一下 The captain knew that his would not be the only attempt 传承知道他的将不会是唯一的尝试 大家注意这个his跟前面那个his不一样了 为什么 这里面这个his明显是名词性误入代词 而前面这个his呢 是形容词性误入代词的 修饰别的名词了 在这里这个his代替什么呢 它有下文 既然后面有attempt 前面当然是代替his attempt 所以这个句子比第一个句子又高级很多 别看少了一个字 我们说在表达效果相同的情况下 用字越少 这个人英语水平越高 单注意前提是表达效果相同 一个口语一个书面也那没法比了 如果表达效果一样 用字越少水平越高 用字越多呢 越啰嗦 英语中的原则叫简洁 bravity 简洁是个大原则 这个我们看一道说话题 你看也考到这个知识了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153页第四题 好翻书过来 153页请看第四题 好快些翻译 153页中间第四题 the captain knew that 这个船长知道 知道什么呢 什么 the only attempt A选项 船长知道 这不是唯一的尝试 it was 中文通顺 为什么英语错 英语中用讲逻辑 这个尝试 在当时确实是唯一的尝试 但即将就不是唯一的尝试了 所以用一般过去试不对 得用过去将来试 没错吧 大家想清楚 在船长当时做的尝试 确实是唯一的尝试 但即将就不是唯一的尝试了 所以试太错了 英语比中文要严格 对吧 那么B选项 his had not been the only attempt 他的不适为 用过去完成的时候更不可能了 即将适用过去完成过去的过去 更不靠谱了 那么这个D呢 it had not been 还是实态不对 只有C正确 his will not be the only attempt 注意这个his在这 是一个名词性无辜代词 相当于his attempt 如果后面有这个名词出现 那么前面的形容词 再加这个名词 就直接把它改成 名词性无辜代词 就好了 不光是这句话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看看这个好句子 都有共同的特征 简洁 不好的句子呢 有各有各的啰嗦 但好句子是共同这么简洁 正如幸福的家庭类似的 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一样 怎么看一个句子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这么句话 我们的时代 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好多东西写呢 就写成这么一个 Our age is a tragic age 咱们一看 又是一个chenglish 啰嗦呀 它如果这么写的话 它就不是莎士比亚了嘛 有的时候我们换成 换一个词 并变成换一个词 Our age is a tragic one 那还是啰嗦吗 按照刚才那个逻辑怎么办 后面有age来 前面形容词入代词 还加这个名词的话 就把它改成名词形容词 对吧 你看沙翁的原文是怎么写的 Our is a tragic age 但翻译成中文 我们不能省略 还得翻译成 我们的时代 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就好了 所以大家记住 你牢牢记住一句话 什么呢 在英语中简洁即是美 这句话叫 Bravity is beauty 简洁即是美 尤其在写作中 口语因为经不过 没法经过深思熟虑 可能有些口误啊 啰嗦的地方 但书面语再啰嗦 就不可原谅了 书面语是想好再写的 我们再多些简洁这个词 Br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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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beauty 这个做个习语 为什么呢 因为它首先押韵 Bravity is beauty 本身又是all iteration 就是这个手运 两个这个单词 开头发音一样 记住简洁即是美 好 这个地方 又看到了一个 怎么把句子写得更漂亮 更简洁 好 再回到这个文章中 那看后面原因状况从句 因为呢 他正在试图找到的这个沉船 怎么样 搭载着一个宝贵的一船货物 注意这个cargo表示 用船或飞机运输的货物 不能只用车呀 什么什么汽车 卡车 火车不行 船或飞机上的货物 我们大声读一下 cargo cargo 这个词可数不可数呢 当然是可数的 因为本文中前面出现 a了 a precious cargo 但注意 cargo怎么数呢 它不能一箱一箱数 它跟那个crew船员类似 它一船一船数 一船货物用单数 两船或两飞机货物 可以用复数了 但是还有一个 freight 也是表示运输途中的货物 但这个货物这个词呢 就没有什么场合限制了 各种交通工具 你用飞机 用船 用卡车 用什么汽车 或者用什么火车 都可以 但cargo 只能指船或飞机运输货物 而且呢 cargo是可数的 一船一船数 freight这个词 永远不可数 我们再多加后面那词 freight freight 船 飞机 或车上运输货 都行 但这个词永远是不可数的 英语中是讨厌 我们看例子 the ship carries both freight and passengers 这个轮船上搭载的 既有货物 也有乘客 这个用货物 肯定万用的 没问题了 你要用cargo呢 也就是说 the ship carries both a cargo and passengers 就这个a cargo 一船货物 可以用它 还有的我们有时 可以用这两词 名字色定语 叫cargo ship 或者cargo airplane 叫做货轮 或者是货机 运输乘客的 那么如果要是货车呢 就货车里的货车 可以叫freight train 叫货车 因为这个火车拉的 就不能cargo了 如果乘 旅客列车 就是passenger train 就好了 特别好记 好 这边搭载着 一船贵重的金条 但注意后面 那个金条 bolean 是不可数名词 这个表示 金条或银条都行 所以为了避免 奇异金条 都用gold bolean 我们28个讲过 gold是纯金的 如果golden呢 golden是像金字一样 或金黄色的 那本文就是纯金的 用gold bolean 注意不可数 我们大声再度下 bolean bolean 好 就好了 那第一段作者介绍了 本文中大致背景 Erik号搜寻半天 八轮之海 一无所获 现在正在返航途中 但是传传知道 很快还会要搜寻 为什么 这里面搭载着金条 第一段 跟老师 我们先看到这 大家要仔细复习 好 下面我们来看 第三十二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说 Despite the message The captain of the elk decided to try once more 尽管有这样一封电报 这个message 就是指的 我们题目第三行 就是课文第三行的 radio message 这封电报 尽管有这封电报 但是艾尔科号的船长呢 决定再试一次 Once more 就是one more time once again 这个意思 达定最熟悉 就是昨日重现 yesterday once more 决定再试一次 于是乎呢 他说 The seabed was scow with powerful nets and there was tremendous excitement on board when the chest was raised from the bottom 那么咱们先看看 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前面是两个主具构成的并列具 中间还是连次and来连接 第一句话说呢 这个海底被用结实的网 彻底搜索一遍 这么scow讲过了 搜寻某个地方是急误的 这种被动是可以的 并且呢 人们特别兴奋 就后面是 There was tremendous excitement on board 后面那个 when从具 是在第二个并列具里 迁套的 在里面的一个 时间状态从具 当一个大木箱子从海底被拉起来之后 船上的人们兴奋极了 为什么人没有出现 咱们一会会解释 好 咱们先看这个 具手这个seabed 当然这个seabed 不能翻成海床铺 这没有床 就是海底的意思 比如海底有好几个表达 比如seabed seafloor 或者seabottom 什么海床铺 海地板 海屁股 都行 都是海底 都海底 我们大声都讲 seabed seafloor seabottom 都是指海底的意思 这都可以 这个scare是彻底搜索 咱们讲过了 只用被动 powerful net 就非常介绍的网 并且怎么样 there was tremendous excitement on board 这个tremendous 表示非常大的 极大的 极多的 这个在前面 我们多次见过 他就表示very great 特别大的 特别多的 这个咱们复习复习 咱们在21课就见过 106页的第九行末尾到第十行 106页第九行末尾到第十行 in his day Mendoza enjoyed tremendous popularity 在他鼎盛时期 Mendoza是享有胜誉 非常大的名声 就是这个名声名气 popularity 非常大的 这是21课里面 咱们再复习这个 第25课 122页的第18行 最后到第19行 122页 18行 最后到第19行 25课里面 Though the new rudder was fitted at tremendous speed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Kadisa to win 尽管那个新的舵呢 以非常大的快的速度 把它安装好了 但是让Kadisa和蓝赢呢 已经不可能了 速度飞快 就tremendous speed very great speed 对吧 非常大的速度 非常快的速度 那么还有在这个 第26课 这个126页的13行末尾到第14行 126页13行末尾到第14行 The response to this competition was tremendous 对于这次比赛的反响 是非常非常之强大的 非常之热烈的 Tremendous speed very great 非常大的 非常多的 这个意思 好 本文中的是 在船上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兴奋 最后这个在船上 on board 咱们第10课见过 on board 有的时候也很有aboard 可以比较在船上 在飞机上 在车上 都行 我们分别读一下 on board aboard 都行 不要跟abroad 搞好 abroad是出国去了 这两次既可以读副词 也可能借词 当借词呢 后面嘉宾就在某艘船上 on board the ship 在这艘船上 本文中是副词 是可以的 副词段语 这个 我们看一些 我们看一些例子 这是还是France 老友记中的片段 咱们先大概听一听 看是怎么说的 这当时是这个Ross跟Richard 两个人在机场 当时呢 有烦心的事 就听到呢 这个 在广播里面 有催促 就all ticketed passengers for flight 1066 to Athens should now be on board 所有ticketed passengers ticketed 叫已购票的 就买了票的 所有已购票的乘客 那么是要乘1066号航班 去雅典的乘客 fly是某个航班了 怎么样呢 should now be on board 现在已经在飞机 应该已经在飞机上 已经登机了 马上飞机要起飞了 这个be on board 它是用的英式发音 每次就能on board 就好了 那让他当时心情就不好 他说I get it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把这片段 咱们再听一遍 看看咱们在机场 听到这通知 能不能我们也听懂 should now be on board 应该在飞机上了 在飞机上 上飞机 在飞机上 或者是在船上 等等都可以 在车上都可以 百分钟在船上 那么当然这个 on board 还有on board 这样的词汇呢 也可以表示 加入某个组织 到船上来了 就加入我们这个组织了吗 我们看看一个搭配 就是还是 Friends 老友进入片段 就是Monica 到了一个新的饭馆 这个老板呢 欢迎Monica这个厨师 你看她怎么说 I'm so excited 那么字面的意思 到我们一艘船上来了吗 到了船上 跟我们大家在一块 就come on board with us 可以这么来说 以后呢 我们比如说 班里来个新同学 公司来了个新员工 比如这个人叫Peter 我们就叫别的同学 去介绍 可以说 I'm so excited about having Peter come on board with us 非常欢迎皮特 加入我们这个组织 对吧 就好了 这是表示加入组织 我们再看 在这个走遍美国中的一个片段 也是表示呢 加入新员工的时候可以用 我们先看看怎么说 这个Monica是爷爷的名字了 他退休之后呢 没事干 还想去补差 就到了公司里边了 他女儿 他的孙女给找的这个工作 然后这老板呢 对另外一个同事说 这爷爷别看岁数大了 他很有经验 His experience will be valuable to both of us Welcome aboard Monica 他的经验 对我们两个人来说 都像非常宝贵 valuable是宝贵的 然后欢迎新员工 欢迎新成员 我们可以记住 用Welcome aboard 字面是欢迎到船上来 欢迎到飞机上来 用这个结构 我们大声再留下 Welcome aboard Welcome aboard 用这个结构也不错 在本文中是在船上 在飞机上 可以用它 跟on board 是类似的 但这个习语不要乱变 我们习语背下来就好了 欢迎加入我们这个组织 你看本文中的说的是 船上的人们兴奋极了 但是他用的是 在船上有大量的兴奋 这个不太像中国话 中国同学可能一般会这么写 我们是不可以这么写呢 这是更像中文嘛 People on board were very excited 船上的人们特别兴奋 但是改了之后呢 更像中文了 但缺乏味道了 而且这么写呢 是一个chillish 为什么呢 老外看到之后 这句子就会笑 为什么呢 所以你这people 纯粹废话嘛 船上当然是人兴奋了 那不是人兴奋 那是狗兴奋 苍蝇兴奋 你怎么知道 肯定是人兴奋 你的people是废话 所以你在英语中怎么办呢 英语喜欢用物称主义 你发现在这里面 这个人其实并不重要 人的这个兴奋 这个情绪是重要的 所以怎么办呢 把人的行为 动作感知 直接把它变成名词 然后把人藏起来了 这又变成了 无灵主义 用这个事物 做敌人变形主义了 你看 这是这么一个 这样一个特征 你看咱们造几个句子 就可以体会一下这用法 确实充满了书面的气息 比如说 消息传来时 演播室里的人们 非常激动 演播室 叫studio 比如说 深奥成功了 萨玛兰奇说 北京 消息传来 演播室 怎么高兴极了 消息传来 可以说 when the news came 不是 那个第一个讲 when 这个report came into 192 用come 倒来就行了 when the news came 然后演播室 叫studio 本来大家可能用 people in the studio were very excited 但本分钟呢 人们并不重要 人们都没说名字嘛 人们兴奋的情绪重要 所以同样 像本文中一样 咱们可以怎么说 先说 there was tremendous excitement in the studio 再说 时间状语 when the news came 这个句子写起来特别刺激 为什么呢 这个剧情跟我们32个的剧情 如出一辙 但翻译成中文 还要按着中文习惯翻译成 演播室里的人们兴奋极了 而不是在演播室有大量的兴奋 这是把人的动作行为感受 名字化之后 用它做主语 第二笔型主语 人就不出现了 人就不出现了 我们再看几个句子 有越来越多的人 对英语有兴趣 你看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 就是这么一句话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English 这又是个轻烈诗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用人做主语 这里面人肯定是对英语感受 难道是狗吗 难道是苍蝇吗 那肯定是人了 怎么办呢 又是把人的行为动作 感知 把它名字化 用interested 把它变成名字interest 是不是可以变成 有越来越多的 对于英语的兴趣 正如本文中 在船上有大量的兴奋一样 我们变成 there is growing越来越多的 interest不可终名词 in English 右边还有一个老头在庆祝 你看这个句子 是好句子 比上面一句话 不但正式文气 而且还简洁 是好句子 但翻译成中文呢 也得翻译成 有越来越多人 对英语感兴趣 在中英文切换又熟练 再练一个 人们普遍同意 妇女应该享有 和男人完全的平等 大家搞不好 上来就写成这个句子 本能的嘛 people 人们 普遍 agree 同意 我们在这边语总句 women should enjoy ful equality with men enjoy 是享有 咱们说过 equality 也叫平等 咱们第二课的词课中讲过 这个句子当然是正确的 当然没有错 但是却不好 为什么呢 本文中人们 不是重点 人们普遍同意 这个信息重要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又把人的行为 动作 感知 把他名词化 把同意变成名词 把它变成第二语的诸语 是不是说 有一个普遍的同意 同意 agreement 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前文不加贯词 该怎么说 there is 把这样的语言语 形容是general agreement that 后面一样 women should enjoy ful equality with men 老头又出来了 你看这还是好句子嘛 但翻译成中文还得翻译成 人们普遍同意 不能翻译成 有一个普遍的同意 这个是不同顺的 看到我们以后 写句子的时候呢 就更加能够递到了 不光是正确 而且递到了 对咱们写作提高成绩 尤其帮助巨大 因为你没学过 新更念的同学 往往一写句子 都是chenglish 那学过新更念英语之后 确实是课班出来的 马上感觉就不一样 好多我的朋友是 教什么托夫雅思 直而易的一些 教写作的老师 李老师本身也教直而易 只不过我教直而易的作文 有的教雅思作文的 这个老师说 你看班上呢 好多好多学生要考雅思 他们一写复合句 句句都是chenglish 但是他说班上有 经读过新概念三册四册的学生 写出句子真是课班出来的 马上就不一样 这当然容易冲高分了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细节看到这 那么后面说什么呢 Win the chest 时间状意从去 当一个chat大幕箱子 咱们说了 成贵重物品的大幕箱子 Word3被拉上来 from the bottom 这个bottom就是cbottom 从海底打捞起来之后 大家兴奋极了 以为金条找到了 所以下句话说 Though the crew were at first anded impression that the lodges had been found the contents of the chest proved them wrong 还是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豆豪之前 这个黄颜色的句子 整个是一个让步装语从句 尽管船员们一开始 还以为 又有这样的感觉了 这个impression后面 这个画横线的黄颜色句子 明显是说impression的 同位于从句嘛 解释impression是什么呢 就是沉船被找到了 到此为止 让步装语从全结束了 然后主句 说后面白颜色的 the contents of the chest 箱子里的东西怎么样 proved them wrong 证明他们都错了 大家注意prove后面跟的是 宾语 后面再加宾语补足语 prove宾语是them 宾格 宾语补足语是wrong 这个句子好 为什么呢 搞不好大家 我们自己写诺 prove that they were wrong 后面加宾语从句了 用不了 直接加宾语 加宾语补足语就可以的话 就不用宾语从句了 宾语从句啰嗦吗 再加prove that they were wrong 太啰嗦了 加宾语再加宾补就好了 inprove这个词是可以这么搭配的 好咱们看看里面一个细节 当然第一个先看一看 特别重要的 还以为 be-ended impression that 这个impression怎么讲了 可以表示印象感觉 但be-ended impression 不能发现在印象之下 代表还以为 暗示其实这个看法是错的 后来明白不是这样的 叫还以为 咱们再看一个简单例子 sorry I was-ended impression that you were the manager 真不好意思 我刚才还以为您是经理呢 我搞错了 是这么来说 你看注意 翻译成还以为 他强调这个看法是错的 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错的 叫还以为 那么这个impression的表达 咱们复习一下 在前面24课讲过 时某人觉得 时某人认为 还记得吗 是不是给某人一个impression 叫做give somebody the impression that 翻译成时某人认为 或时某人觉得 咱们别忘记复习一下 这个第118页 18行到19行 118页 18到底19行 门突然间这一动 使得这个骷髅轻轻地摇晃 并且呢 它使我觉得 它好像正要扑出来 扑到我身上似的 就给我这么感觉 就使某人觉得 这个搭配顺便可以记住 24个讲过 今天是复习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 叫勿以为 这个就更强的 错得离谱了 完全把东西理解错了 勿以为 咱们在未来以后碰到 咱们先看一看 有趣的是 它也可以跟 这个解释ender 前面既可以用必动词 也跟动词live 都行 意思一样 后面呢 beender的illusion 或beender的delusionnet 某人勿以为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错觉 这个词 打上来面 illusion illusion 或者用同一词 delusion delusion 这都是错觉 后面加同一重句呢 还是这个结构 直接反映成 勿以为 它比那个 还以为 错得更离谱了 它肯定是错的 而且错得太多了 完全理解错了 勿以为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在 41课 192页的 第七行末尾开始 192页第七行末尾开始 Even he still lives under the illusion net Country life is somehow superior to town life 甚至是他依然有一种错觉 怎么样呢 他误以为农村生活好像比城市生活更优越 你看用 lives ender的illusion net 如公必动词呢 换成 He even he is still under the illusion 也行 意思一样 误以为什么怎么样 这在41课 那么在后面46课呢 就换了一个词 换成delusion 意思是类似的 我们看212页的第15行末尾 212页 The worst thing about do-it-yourself game is that Sometimes even men live And the delusion net They can do anything Even when they have repeatedly been through the wrong 有关自己动手做事情的这个活动 最糟的事情之一 是什么呢 有时候甚至连男人 都误以为他们能做任何事情 甚至当他们被一再证明是错的时候 依然保持这个错觉 你看这个搭配用 live and the delusion 跟and the delusion 意思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live 也可以换成必动词 Even men are and the delusion net 是一样的 都可以 叫误以为 这个在未来还会碰到 跟这个还以为可以同时记住 类似 只不过他强的错的更离谱了 好 尽管船一们一开始以为呢 沉船被找到了 但怎么样呢 箱子里的东西证明他们错了 我们知道prove这个词 是可以加宾语 再加宾语不足语的 所以呢 后面就不加宾语从 就直接用简单句形式就好了 你比如说 事实证明 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事实的facts 很多同意说 prove that their worries were unnecessary 用不着了 直接用简单句就好了 the facts proved their worries were unnecessary 对吧 搞不好同意又选择 the facts prove that their worries were unnecessary 不用宾语从句了 加宾语 再加宾语不足语就好了 所以一个动词 我们要拿不准的话 你查一查字典 看字典会告诉你 能不能加宾语 再加宾语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后面这个结构 就不用废的加宾语从句 在主题表了 只直接加宾语 加宾语之后 再加这个后面形容词 当兵义不足语 就好了 就可以了 好 那么他们其实发现的是什么呢 作者后面说了 what they had in fact found was a ship which had been sunk many years before 他们其实发现的 是多年前被击沉的 另外一艘船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前面这个黄颜色的呢 明显是逐语从句 因为它是句子逐语 what they had in fact found 他们其实发现的 这是句子逐语 逐语从句 was a ship 是这么一艘船 什么船呢 后面斜体字的黄颜色的 明显是定语从句 修饰 这个船 关系带自位置引导 当逐语 它多年前被击沉的一艘船 这个sink 过去分成sunk 它做集合动的表现是打沉 被击沉的一艘船 所以这个句子是一个仿锤型的 脑袋是个从句 后面的定语从句 是个从句 中间是不是叫短小的 按照类似的结构 我看能不能造一两个句子 咱们也试试看 你看 哥伦布其实发现的不是印度 而是一个全新的大陆 在那里土著居民 已经居住了两万多年了 这句子很复杂 但写成英语非常简洁 你看这主语是 哥伦布其实发现的 这是句的主语 但是这里面有主语 哥伦布还有发现 魏语动词 所以这个主语 需要一个主语从句 哥伦布其实发现的 主语从句 不是而是 用not but这个结构 全新的大陆 a new continent就好了 然后在那里 在那里土著居民 已经居住了两万多年了 是不是在那里 这个那里 就是前面那个大陆 所以后面的句子 是不是又可以用定语从句 定语从句就好了 土著居民叫aborigine 这个认识就行了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那read on me aborigine aborigine 叫土著居民 居住呢 是个极无动词 我们再读一下 inhabit inhabit 如果这个 指代全新大陆的观念代 做主语的话 那后面就被动嘛 被他们居住了 两万多年了 是超过二十个千年了 因为他没有万嘛 就over twenty thousand years 就好了 我们看看这句话可以怎么说 先说主语从句 那个哥伦布发现的 what Columbus had in fact found 是什么呢 was not India but a new country 而是一个新大陆 而后面加定语从句 which had been inhabited 被居住嘛 by aborigines for over twenty thousand years 这个句子出来了 你看依然 主语从句 当真正的一个主语 然后不是而是 后面一个新大陆 而这个土人居住的地方 就是这个新大陆 所以干脆用定语从句 更简洁些 这个大陆inhabited 是住在某个地方 极无动作用被动 被居住 被什么呢 被土人居住 大概多少呢 超过两万年 二十个千年就好了 句子结构跟本文类似 也是巨手 是主语从句 巨末 在新大陆后面 加了一个定语从句 来修饰 前面这个冰刺 好 那么第二段 就揭示了部分谜底 说是 他们发现的不是 这个进条巷 原来是一个 被打沉的 另外一艘船 那么第三段 又引出个新的话题 那么这艘船是怎么回事 它为什么被被打沉了呢 咱们一会在第三段 来继续来看 我们第二段跟老师 先看到这儿